學生跟師父還有另外一位學長在執行 未來將投入警察工作的警專學生 坐姿端正 抬頭挺胸 參加寒假實習生座談會 他們日前分配到中和各派出所和偵察隊實習 任務即將劃下句點 透過座談與警專學校校長 鍾國文 中和分局等長官 分享實習任務中所得到的寶貴心得 通常是背後先生 他們逼來說要撤銷保護令的 不過我們當下雙方的情緒 因為是他們回去了以後有爭吵的情況 他們來鎖的時候情緒非常不穩定 所以我們當下是先把他們分開 個別做情緒安撫 然後個別瞭解情況 然後我們也告知說 就是申請保護令以後 不能撤銷 給他做APP的消費 然後還把他的手機拿去賣掉 然後把錢給那個 就給那個勒索他的人 對 所以那個事情連那個 連那個跟那個高子生一起 報案的那個阿嬤就是 在他報案最後才知道這個事情的鄉親 這就讓我們知道說很多案件 就是說他沒有一開始看起來這麼簡單 一定要去多問或觀察才有辦法 就是說知道真相 精神遠景的訓練養成井磚教育和食物經驗都很重要 對於半年後畢業考取警察投入勤務行列 需要更多的執勤經驗 讓未來進入警政系統更快上手 而他們分配到中和這個繁忙的都市 所見所聞印象深刻 相信跟著學長姐帶領更能滋養自身經驗 在你們即將附入正式的工作崗位之前 你們能夠起位的最後一次機會 我想中和分局是一個 蠻適合當的一個實習形態的分局 而不是太複雜 那麼這邊的部署引擎都還不錯 今天就像過去一樣我們也實習過 實習的師父其實對於實習生 未來的發展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想這次我們一共有九位 九個派出所以及偵察隊 來各指定一告兩名的同學來實習 也夠特別領選我們經驗能力 好個師父指導員來一對一個指導同學 即將進入警務職場的警專學生們 在暑假實習階段 已開啟未來工作上的真正接觸 再加上寒假期間的實習 抱著努力投入了想法認真見習 相信會有最大的回憶和收穫 記者的例如新北報導